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ail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默认生成的网页 咱们在第二期用Sails的命令 生成了一个外部用程序 上期咱们讲解了一下 大体的生成应用程序的目的结构 今天咱们看一下 它给咱们生成的网页的结构 好 咱们看一下现在质点 今天咱们就一个质点 讲解一下Sails的命令 所生成的页面的结构 好 那咱们接着看 我还是打开咱们的外部应用程序 首先说 在config目录下面 有一个叫做 views.js的这么一个默认布局设定 换句话说 是页面设定的这么一个文件 咱们看一下 config下面的 views 打开 好 咱们看 这就是views的文件 这里面呢 这里面现在怎么写 为什么这么写 你甭管 换句话说 这是扎到脚本的知识 咱们先跳过去 咱们看这地方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 咱们默认使用页面的模板引擎是什么 咱们设的是 GGS 比如说有朋友说 我这个EGS用的不熟 我J的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J的 我J的用的时候 那没关系 那您这就写J的 然后您再安装J的用程序包就可以了 不过我现在倒是认为 EGS确实挺好吃的 为什么 因为我用这个 以前用Java开发这个GSP的时候 这个EGS语法跟这个GSP语法几乎一样 所以我倒是非常喜欢这个EGS 我也不过我也推荐您用EGS 其实挺好用 确实不错 这就是说 网页模板引擎用哪个 EGS 极力推荐 好咱们再往下看 下面它有一个设置 这是什么 就是说网页咱们布局 用什么布局 什么叫布局 比如说咱们要这个网页这个左右结构 还是这个上下结构 还是左中右结构 网页咱们都有个布局吗 对吧 这个布局叫做什么 叫做layout 这layout是个什么布局 这个layout 您别看叫layout 其实它这个名字起来有点不好 这个layout 就是对应这个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layout.EGS 对应的是这个文件 比如说我这个 稍等 我这叫不叫layout 我叫layout1行不行 完全没问题 那您这叫1的话 那这个layout 也应该改成layout1.EGS 它们是一对一的关系 这个地方其实就指定布局文件名 我把1再去掉 以后咱们还可以再建多个layout 都是没有问题 这是什么 这是默认layout 如果咱们在重定项到一个URL上去的时候 如果咱们没有指定layout文件 它默认就会找这个layout文件 就这个意思 接下来还有一个pustile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网页局部是不是要开发成一个文件 这个咱们默认是false 如果是true的话 咱们可以针对网页中的每一个小部分 单独开发一个view 开发一个文件 也是可以的 好 这就是view的设定文件 默认布局设定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view文件夹 view文件夹是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默认它给咱们提供几种文件 比如说403错误 403什么错误 服务拒绝对吧 404什么 文件未找到 500什么 服务器出错 然后这个是什么 homepage 我这写了 homepage是什么 是它给它生成的默认的网站的主页 叫做homepage 它为什么不叫home 为什么不叫index 这无所谓 这sales它就这么叫 咱怎么办 对吧 其实按理说 咱们叫index比较好 对不对 好 再接下来是layout 这就是说什么 咱们默认的网页 采用什么结构 目前咱们是既没有左中右结构 也不是上下结构 但是你就记住 这个地方是设置整个页面的布局 是上下布局 左右布局 还说要是不是这个在这个页面的顶头 加一个这个navi bug 加这个导航条等等 就在这地方可以设置 好 那咱们现在简单的运行一下 我现在敲sales 我现在是在这个myweb幕下 敲sales 空格 lift 回车 这样呢 是启动整个应用程序 大家你看 已经启动起来 然后呢 它们的端口是1337 咱们访问一下 从网页上敲过去 127.1337 够 大家请看 这个其实就是sales给他们提供的默认的应用程序 这个文件是哪个文件 有意思了 哪个文件 我跟你说 就是这home page文件 就是这个文件 默认的话 它给咱们声称出来 没有问题吧 那好 我把它去掉 比如说我把它去掉 有朋友说不信 你这真的是home page吗 我把这个文件改掉 我改掉了什么 比如说叫hello sales 把这文件改掉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嘛 然后 用程序需要重启 但有朋友说 这用程序能不能不用我手工重启 有 有办法 这需要用到一个node moon 这个以后我给您说 好 咱们重启完之后 nf5刷新 大家请看 是不是变过来了 对 换句话说 这个home page呢 就是咱们的主页 没有问题吧 然后呢 咱们可以加入各种各样的信息 都是没有问题 好 这个是网页的布局文件 这个home page的内容 在这布局文件中的 哪个地方生成呢 我给您说一下 打开layout文件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body的位置 换句话说 home page里面的 所有的内容 都会被 嵌入到 layout文件里面 body的位置 比如说啊 大家试试 我在layout里面 我给buildbody上面 我加上一个 he算了 这个叫 这个叫 home page poto吧 poto是入口嘛 然后呢 下面是跟上咱们的内容 我再跟一个 横线算了 然后再下面呢 是body内容 咱们试试啊 这个方式 咱们看一下 初音启动 也就是说 我在home page的内容里面 我就给整个页面 加了个页头 相当于说 我看启动 启动起来 咱们刷新一下 哎 怎么样 上面到这个横线的部分呢 是布局的部分 然后真正变的是里面 这个内容的进行变化 以后 比如咱们要开发五个页面 page1 page2 page3 page4 page5 那么咱们的page头的部分 是不动的 为什么 他们假如说 他们用的是一个布局的话 不变得了什么 变得是中间的这个body的部分 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咱们是可以动态的 嵌入不同的内容 那比如说 有朋友说 我这个网页 我这个公司的这个逻辑 特别复杂 我们可能想要多个这个网页布局 没关系 那个时候呢 咱们需要指定某个布局 目前的话呢 刚才咱们看到6b文件 它默认的使用是layout的布局 以后咱们可以建设各种各样新的布局 这地方如果有用的朋友可以读一下 咱们可以在这 建各种各样的布局 然后咱们在重定向网页的时候 给它指定 你用哪个布局 给我显示网页 渲染哪个网页 都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好 那咱们了解了这几个基本的设置文件的话 咱们就会真正开网站了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不有一个home page吗 比如说我在这 我再加上一个view里面 我再加上一个这个 配置一行不行 完全没问题 配置二行不行 完全没问题 加这个地方 然后咱们再说 充定向到他手 套用哪个布局 那么就直接显示哪个网页 同时应用到哪个布局 该怎么渲染呢 都是咱们自己手工指定 具体咱们指定 现在给您透露一下 是在控制器里面指定 控制器该怎么做 该怎么加 这是咱们下期内容 咱们在这加上一个控制器 然后再加上一个网页 然后让咱们是有意识的 手工去重径向过去 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细节 操作细节 咱们下期再讲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默认的声称网页内容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我今天的代码 会放到开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传到YouTube 有空的供您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 请您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